雙手借過新北市長侯友宜頒發的獎狀 被市府選為一百零九年 集有研考人員 給證明謝姓女子 她是在新北市消防局長旁邊擔任秘書 看起來相當優秀 卻被週刊爆料先前涉嫌獨職 根據不起訴處分書上記載 謝姓秘書一百一十二年二月二十六號 開始以配發公務機車 從三月到九月間 數次接送家人從事私人活動 甚至在督勤前後申請超勤加班費 被曝違法申請超勤加班費 七個月內就臨走六萬四千多元 新北消防局強調不包庇 但現在再度被揭露 現信秘書招懲處一小過 也沒有被調職 甚至還能受檢認訊等升官 被執疑背後有人當叩聲 引發基層反彈 這位謝秘書呢 他是前消防局局長黃德欽的時候 納入麾下 那平時作風就是比較強勢 那如果所有的用人 都只是因為局長的喜好 有關係就沒有關係 甚至還可以去受檢認訊 也希望就是說接下來 這個消防局人事安排 真的是可以回歸到正常 外界執疑謝姓秘書則還起訴 還是繼續留任局長事 等待之後排序升官 而新北消防局回應 由當事人提出申請 一切依法依規 但議員也質疑 消防局用人不該是有關係就沒關係 避免間接打擊基層士氣 三立學員新北市綜合報導